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谈谈 武术训练里面 基础训练 甩腰的功法 甩就是把东西甩掉的 甩腰 所以不明思议 甩腰本身是在练你的腰 腰身跟上半身下半身的 我先把动作做一下 各位先看一下 稍微脚打开一点 比肩膀稍微宽一点点 然后站高马 高的马步 之后以你的中心轴 就是脊椎骨为中心 然后往两边 去拍打 这个就是甩腰 甩腰的时候呢 有点像我们小孩子玩的这个 摇骨 这个就是我们的脊椎骨 脊椎骨 脊椎骨 两个这个就是手 所以 以脊椎骨摇动你的腰 然后让两只手去打 打在两边 那脊椎骨这个枝干是不能动的 你乱偏移了 它就不能做 所以脊椎骨这个是要正 要正以后 你去甩那个手 让手去 往两边去打 就很像这一个 那甩腰我们在做的时候 有几个重点 第一个 两脚打开平行 然后蹲高马步 然后 以这一个 丹田跟中心轴 为中心 这个中心轴 就是我们刚才的摇杆 来干 不能动 不能偏移 然后 第二个呢 用手 用手 比如说你往左边的话 用右手往前 然后 转到后面 看到后面 这个手 去摆动 然后换边 手的摆动 是 根据你的 中心轴 跟腰来带动 不是 不是这样的 在公園很多老人家 腰都不动 这样在做 那是没有什么效果 所以我们的摆动是腰 腰带手 手完全 是很自然的摆动 然后我们 以右手 打到 左边的时候 用手掌 打你的肩膀 然后 用手背 打腰肾的地方 换边的话 也是一样 这边 用 手掌 打你的右肩 用 右手 右手 打你的腰肾 这样在摆 接下来 摆动的时候 脚不能动 不如这样 脚不能动 不管你往左右边 你的脚就是不能移动 完全是靠腰去转 转到后面 看到后面 要看到后面 转到后面 看到后面 我们在往前甩动的吸气 拍手的时候 吐气 吸气 吐气 吸气 吐气 吸气 吸气 吐气 吸气 吐气 都很自然 我们在摆动的时候 不能高低 这个都高 这个时候低 这个时候高 这个时候低 高 低 高 就是不对 我们整个头就是要稳定 跟那个摇补一样 稳定 保持高度一定 其次就是不容左右偏摆 左右偏摆 左右偏摆代表你这一个轴就偏掉 所以轴不容偏掉 轴到正 所以 撒腰 一方面练你身体的症 奥特曼 练你的腰力 好 因为是全身样动 所以透过这个 甩腰之后呢 连累到你的腰肋肩 手腕 头 还有下盘 整个身体的连动 那对你身体的灵活 对你柔化有很大的帮助 好 今天呢 就跟各位介绍到这里 谢谢